好 今天这一支视频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到底你在拍摄这个无人机画面的时候呢 是需要用自动曝光还是手动自己调整曝光呢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说 如果你是专业的 或者是你平时都有在玩拍摄的话 那么你是应该使用这个自己手动去调整曝光的 但是呢 我觉得有时候某些情况呢 自动曝光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加准确的去得到曝光 而且呢 更快速的让我们可以得到不错的一个曝光 进而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呢 去调整我们这个构图 或者我们创意方面的呈现 而不需要去担心这个曝光的 那我这里用的是这个大江的Mini Sun Pro 那么什么时候要使用自动曝光 什么时候要使用这个手动曝光呢 那么我们来看看每一个模式的自己的应用 那么现在是早上大概7点50分 太阳呢 是刚刚升起来的 那么是使用自动曝光或者手动曝光呢 也是要看当天的这个天气 这个阳光的这个状态 或者阳光光线的位置 然后呢 你拍摄这个画面是逆光还是顺光的 好 让我们直接把这个我们的Mini Sun Pro 先飞上去再说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看呢 就是我们这个拍照模式 我们来看看我们使用这个单拍模式的话 你可以看到右下角呢 我们的这个设置现在是手动曝光的 那么我们调整成这个自动曝光的话 然后呢 我觉得拍照模式其实就是其中一个模式 就是可以使用这个自动曝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可以选择 拍摄这个RAW的格式 那如果你是平时拍摄JPEG模式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压缩的这个照片模式 但是呢 我喜欢拍摄这个J加RAW 就是JPEG加RAW的这个照片格式的话 RAW的格式因为可以让我们在后期调整的时候呢 把更多的这个资讯跟这个照片这个信息呢 储存下来 所以呢 在后期调整是比较多的空间可以去调整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呢 我是把它放成AUTO 就是我们这个自动曝光了 那么我们先来拍摄下这一个画面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把它转去我们的这个阳光这里的时候呢 它也是自动的降低了我们这个曝光 那么我注意到的是 从我的这个遥控屏幕上面看呢 是比较准确的它的曝光 不会有说好像过曝 或者是太暗的情况发生 然后接下来呢 一样呢 我们把它照向我们的这个阳光 这时候的阳光是大概早上8点 是雨后的阳光 所以那个阳光的这个亮度 稍微的没有那么的亮 按下手动曝光之后呢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快门 大架迷你3 pro的光圈其实是不能调整的 所以呢 你看到我们ISO已经放到最低 快门已经放到最快了 所以我们拍下一个 我们自己用手动调整了 去到旁边过后呢 我们需要自己手动调整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自己手动调整的话呢 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我们这个曝光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自动曝光是还蛮准确的 尤其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自动曝光在拍照 尤其是拍照的格式下 是还蛮好用的 好了 这时候呢 因为我想要拍摄这个直射阳光的画面呢 比较清楚一些 想要把它的曝光拉低一些 但是我们的快门已经是最快了 要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的ND滤镜 首先我先把我们的这一个 无人机降下来 那我这里使用的是这个FREEWELL的ND滤镜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16组的ND滤镜可以让我去选择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试试看不同这个ND滤镜的强度呢 来试试看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这个曝光了 ND16这个滤镜的强度呢 就已经可以把我们打到这一种 直射这个阳光都不会过曝的情况了 好 那么我们继续把它升空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直射这个阳光呢 阳光都不会过曝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最快的快门和最低ISO来拍摄一张照片 好 拍摄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增亮 像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拿到一个比较 不会太过曝的这个阳光的画面了 好 这个时候如果我使用这个自动曝光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是会把我们这个整体画面呢 提亮的 所以这时候呢 就是自动曝光和手动曝光的这个配合了 你是要得到怎样的这个画面 那这时候如果你是要自动曝光去帮你曝光的话呢 它绝对会把我们这个阳光的这个点呢 完全过曝 因为它是一个很强光的这个光源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得到比较暗的这个照片呢 这时候你就会转换成手动曝光 才可以得到这一种画面上这样子的这个画面了 好了 看完拍照模式之后呢 我们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录像模式 录像模式呢 我们转成这个自动曝光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录像模式 一般上我都不会太建议你使用这个自动曝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画面看起来 曝光是有时候暗有时候亮 这样子非常的看起来不专业的 但是呢 我个人有独特的见解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无人机使用自动曝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这样子呢 如果我现在是录影这一段视频呢 像这样子 那我在旋转的时候呢 不小心旋转到的地方呢 是阳光过曝的地方 比如像这样子 那么我们的这个自动曝光呢 最自动的帮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曝光呢 慢慢的调整成是比较适合的曝光 当然这可能是你不想要看到的这个效果 你想要呢 整体画面呢 是保持在一个一致的这个曝光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转换成这个手动曝光的话 通常呢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快门速度呢 放在这个帧率的两倍 那这时候我是拍摄这个50帧率的 所以呢 我是把它放成100的快门 这样子呢 才可以得到我们这个现实中的这个 比较接近我们眼睛人眼看到这个动态模糊的效果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先把它换成这个100的快门之后 画面看起来还是稍微的有一些些的比较暗 比较那么的不亮 那为了要保持我们这个动态模糊呢 我们就选择把我们这个ISO提亮 好 像这样子200就OK了 一样的 如果我们这次是使用手动曝光的话呢 我们可以达到的就是我们画面一致性 比如说我现在进行一个环绕的拍摄 慢慢的把我们的这个云台抬起之后 因为上面呢 是有这个阳光比较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起跟刚才自动曝光呢 我们抬起来之后呢 它的曝光上面是完全是过曝了 你看到呢 天空是完全过曝了 这样子呢 就会得不到我们这个比较整体画面比较舒服的感觉 所以如果这时候你使用自动曝光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美的这个转场 就是从一个阴暗的地方呢 转成一个过曝的场景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无人机自动曝光会帮你调整过来 为了要配合上面的这个曝光呢 可以把我们的快门稍微的降低 这时候呢 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下面比较暗的场景呢 会比较 会拍摄的太暗的 像这样子呢 我们配合到我们天空过曝的情况 但是呢 去拍摄底部这个比较暗的地方的时候呢 稍微的太暗了 像这样子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把它完全完美的曝光我们的天空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看呢 如果我降下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体这个曝光呢 是非常非常的暗的 好 这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某些情况下呢 我们使用这个自动曝光呢 是更加准确 好 这时候如果我们接下来去看看我们这个大师镜头的话 大师镜头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拍摄这一种比较快速得到的这种画面 比如说大师镜头一键短片等等这种 内建的这种设定的时候呢 我个人觉得开启这个自动曝光呢 是绝对会对你的画面有帮助的 那我们就先点选这一个小屋子 然后呢 把它的宽度长度跟高度呢 设置成中就好 好了 那我们开始吧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在我们拍摄我们的地面的这个物体的时候 它的曝光稍微高一些 但是我们再看看它有没有在拍摄到天空的时候呢 自己自动调整它的这个曝光 给它按一些的 那么我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它在远景环绕的时候 因为我们呢 上面呢 是有着一个天空的 所以呢它的曝光呢 自动降低了一些 而且呢 重点是它转换这个曝光的这个速度呢 是还蛮 是还蛮这一个比较一致性的 不会说 突然的变暗 或者突然的变亮 这就是我觉得自动曝光比较好的一个地方了 那你可以看到大时镜头呢 如果你是拍摄地面的物体呢 它是比较少这个镜头是向上拍摄天空的 所以整体的这个曝光的这个一致性呢 是比较稳定 比较平衡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拍摄着一个比较暗的地方 它有稍微的提亮 它整个曝光 这时候呢 应该是差不多好了 好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个拍摄大师镜头的时候 我个人建议是 用这个自动曝光呢 会比较准确的 因为它全部是自动的去帮你拿得到这些画面 如果你还想要去这个手动曝光的话呢 它就会稍微的可能某些地方会过曝 或者是过暗的 那我们这时候也是来试试看 如果我们是使用这个手动曝光的话 会是怎样呢 我先把我们的这个曝光呢 提到我觉得适合的 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设定呢 是我觉得个人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一样的我们点选一样的物体之后 一样的设定 然后开始 那么我不确定呢 我们的这个电池 会不会 可以帮我们拍摄完成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它拍摄这个远景的时候呢 比起跟自动曝光 你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天空的部分呢 这里是稍微的过曝了 那么我们向下抬头前飞的这一个运镜的时候呢 底部是稍微拍的有点暗 那么我们向下抬头前飞的这一个运镜的时候呢 底部是稍微拍的有点暗 那一样的我们在比较远景的 比如说现在拍摄中景的画面的时候呢 一拍到有这个天空的画面 是稍微有点过曝的 interesante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电池快要用完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可以拍摄完成的 好 这个时候拍摄完成了 我们先把它降下来然后换一下这个电池 降下来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个一键短片 一键短片我个人觉得也是需要自动曝光会比较适合 因为一样跟刚才我说的 因为它是全自动化的去拍摄我们要的场景 所以我觉得它自动曝光的亮与暗之间的转换点 是还比较顺滑顺畅的 不会说太过的极端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下一个模式 那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一键短片 一样的我会示范所有这一键短片里面的这一个 运镜呢 来让你看看我们自动曝光 这个手动曝光的差别 那么先第一个使用的是这个 这个渐远的运镜 那我把它调成自动曝光我们先来拍摄看看我们自动曝光是怎样的 把这个地图关掉 然后呢 选取一个目标 可能我们可以一样的点选我们这一个 小屋子作为我们的目标 好了 然后我们呢 这一次一样是这一个自动曝光 但是我们把距离呢 稍微把它 去到更远 就是120米 那么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一个还没有曝光天空的时候呢 它整体的画面是比较亮的 但是它慢慢的向后退之后呢 整体的这曝光就 稍微的降下来了 为了要配合这个天空的曝光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天空的云也是慢慢的 可以看到了 它的这个转换点呢 还是比较顺滑顺畅 但是你可以看到呢 它去到最后之后呢 它不会 完全把我们的这一个 物体的这个曝光完全降低到太暗 来配合这一个我们的天空曝光 它会取一个中间点 然后这时候如果我是使用这个手动曝光的话呢 来试试看 选择一个比较适中的这个曝光 然后呢 按下开始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天空的乌云呢已经挡住了我们这个阳光 所以呢可能这一个 曝光呢有一些些的不准确 但你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是用这个手动调整曝光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天空是 可以看到我们的天空呢完全是看不到我们这个 云 的形状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接下去看我们这个冲天 冲天呢我们先来拍摄我们这个 自动曝光 一样的我们高度呢我们设定成最高吧 80米 开始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冲天的一个运镜呢是没有 拍摄到太多这个天空的画面所以呢 我觉得它保持的这个曝光呢还是蛮一致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拍摄完成了之后呢 它的这个曝光基本上整体画面呢 都不会有太多这一个改变或者变化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是不需要去拍摄这一个 所以呢我觉得自动曝光和手动曝光呢对于这一个 冲天的运镜来说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那么这里我们直接跳过这个手动拍摄了我们去看下一个 这一个 一键短片的运镜 那么看看环绕的话呢 先使用一样的我们先使用这一个自动曝光 然后呢稍微的向上一些 好开始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它自动曝光呢在拍摄这个 白色的物体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 我的屏幕上面呢 是稍微的有一些些太亮了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我自己个人使用这个 手动调整曝光的话呢可能我会降低一些我们这个曝光的 好了转了一圈之后呢我们来转换成这一个 手动曝光的话 这这样子呢 可能如果让我自己拍摄的话呢 我会选择是大概像这样子的这一个 曝光去拍摄的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手动曝光跟自动曝光的这个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个人会比较稍微拍的比较安全一些的曝光 让我们的白色的部分呢 不会 太过曝 但是自动曝光是以整体的这一个 平衡点呢 来去调整这个曝光的 所以呢稍微可能白色的地方呢会比较 亮一些 接下来去看另外一个螺旋呢 一样的我们使用我们这个自动曝光 你可以看到转换成自动曝光之后呢我们白色的点是稍微 比较亮 点选了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最大半径呢 换成120米 现在是这个自动曝光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屏幕上面看到的这个自动曝光的曝光呢 有一个不好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白色的这些曝光呢 稍微高了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这个手动曝光的话 看看一下那个画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好这时候呢 我们先把它换成手动曝光了之后 我觉得稍微的 可以 比较暗一些 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呢 让我们的白色的地方呢 不会 太明显 好 这时候一样的点选一样的这个物体 最大半径120米 开始吧 动作 上 5个 5个 4个 6个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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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是手都曝光 整体画面是非常的比较暗一些 因为呢我是想要配合我们这一个 白色的部分高光不要太过曝 但是呢整体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是已经非常的比起这个自动曝光呢 是比较暗的 但是我们优势呢 就是我们比较暗的话没关系 我们在后期调整的时候呢 可以自己手动把我们的整体曝光的拉上来 尤其是为了要保存我们这个高光部分的 这一个亮度呢 我觉得手动曝光还是有它的这一个优势的 好看完我们这个螺旋的这个运镜之后呢 我们这次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彗星 一样的我们把它转成这个自动曝光 点选了之后呢 就开始 我们这一种比赛的贘蜇 我们这种为了itage 然而是我们下期就会发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彗星的运镜就是我们的无人机会 根据我们的主体的位置去进行一个环绕 但是它在环绕到后面的位置的时候 它是向后退 让我们看到整个大场景的 然后在回来的时候 又慢慢的向前面去前进 回到它最初原本开始起飞的地方 那么所以这些运镜拍摄模式 如果你想要更加的清楚 知道每一个模式是怎么去操作 可以去看望我另外一支已经制作的 这个大江mini 3 Pro的这个拍摄模式交场 那里有更多更多更仔细的 教你怎么去设置你这个设置 这个你的遥控器设置 或者是你的拍照模式都有 然后接下来一样我把它转换成这个手动 拍摄之后呢 试试看可以不可以把它调亮一些 好的 那么我觉得拍的比较暗一些会比较好 一样的点选一样的这个主体之后按开始 我们下转了这个视频 我自己手动的曝光是稍微偏暗偏低一些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安全的去曝光是比较好的 可能是稍微的太暗了 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 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个自动曝光的 这个白色的地方有一点太亮的话 我觉得安全一些是手动调整 暗一些会比较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天空呢 是稍微的也还没有那么的这一个过曝 那么因为现在呢 我们的阳光已经是被这个乌云遮挡了 所以整体这个曝光是比较平均 像刚刚呢 是这个阳光非常猛烈的时候呢 那么我觉得自动曝光是比较有优势的 好像这种比较阴天的时候呢 太阳阳光被遮住的时候呢 整体画面是比较平均的话 那么我觉得手动曝光是占比较多优势的 它完成了之后呢 我看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电池也是差不多了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换另外一颗 就是最后第三颗的这个电池之后呢 才可以继续我们这个拍摄 我们最后的一个一键短片呢 是小行星 但是我们先把它回来阳光 已经被遮挡着了 被乌云遮挡着了 我们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 不同的光线情况下呢 这个手动曝光跟自动曝光的优势和缺点 然后还有我们进行最后一最后一个 这个一键短片的小行星拍摄 点选我们的这个刚刚的主体 好了点选了之后呢 我们继续按开始吧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行星的 另外一个自动曝光的优势呢 就是你可以看 因为我们是要拍摄360度 这一个角度的照片 然后合成这个小行星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 我觉得自动曝光呢 反而在这里是一个优势 你看它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的画面的时候呢 的曝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我们来比较看 我们这个手动曝光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好了 差不多是这样子 然后呢点选一样的这个目标 我们就开始吧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 看着这个屏幕摇控器的时候呢 拍摄天空的这个曝光的时候呢 是完全有一些些的过曝了 但是我不知道它呈现出 但是我不知道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呢 是不是会很好看的 那某些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是稍微有一点太亮了 尤其是天空的部分 那么先让它先拍摄完成了之后 我们来看看我们最后的这个效果 完成了之后 好了完成了之后 我们来试看看一下我们手动曝光的话 呈现出来的天空的样貌是怎样的呢 Well I keep it going 看完了我们这一键短片之后呢 接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全景拍摄 那么我们这里直接跳过这个岩石摄影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岩石摄影很值得我们去制作另外一期自己的这个视频呢 来更深入去了解它所有的这个拍摄的这个模式的设置 看看这个全景拍摄的话球形 我个人觉得拍摄全景画面的时候呢 自动曝光会占很大的优势 因为拍摄全景画面呢 是需要拍摄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完成这些 所有的全景拍摄自动曝光 来开始拍摄 每次拍摄的视频 我们下期间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拍摄完毕了之后呢 我们来试试看 使用这个手动曝光 先把它换成这个手动曝光 好 调整我们曝光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个手动曝光 那之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手动曝光在这里是比较不占优势的 尤其你看到天空那里的曝光比较亮的时候呢 草地的曝光又太暗 是比较难去得到一个平衡点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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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成了我们接着看另外一个180度的这一个拍摄 好 那么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个广角镜头的拍摄 一样的先拍摄我们自动曝光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竖拍 好了 这就是所有这个拍摄模式这个自动曝光和这个手动曝光的这个对比 不管是什么模式下呢 都有它自己这个优劣式的 主要是看看你这个拍摄当时的这个光线 或者你要拍摄这个主体画面的这个构图 是要怎么去调整配合呢 才可以得到最好平均的这个曝光的 但是我自己个人呢 如果是在拍摄一些昏摄或者是活动拍摄的时候呢 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使用这个手动曝光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我想要这个画面这个曝光呢 是看起来比较一致的 因为我是自己本身是录影比较多 那当然我在拍摄这些专业的这个拍摄的时候呢 是比较少使用到大视镜头的一键短片 或者我们这个全景拍摄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爱好者 你是去旅拍 或者是你要拍摄所有这个全景啊 或者一键短片这些呢 我个人觉得自动曝光呢 绝对是非常省时间省力气 然后呢又可以得到比较美的这个画面的这一个方法 好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视频呢 记得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接下来呢 我继续分享更多这个大家无人机的 所有的这一个教学模式 尤其是刚刚我们还没有谈到的这一个延时摄影 因为我觉得延时摄影是非常值得去深入了解的 专门出一支视频来讲解它所有的这个功能 跟拍摄的这个创意 所以记得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我们下次见